好,我們上禮拜介紹完晶圓支配後 就跟我們之前講的 製造晶圓的是有製造晶圓的公司 等製造晶圓公司將晶圓製造完之後 就開始交給晶圓代工廠去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進到晶圓廠之後呢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晶圓廠內的分配配置 首先晶圓製背後 晶圓代工廠會將晶圓開始要進來進行各種處理 一看這個晶圓所謂的熱處理 熱處理完之後呢可能來經過圍影 圍影完之後我們時刻或是離子不時速之類的 然後再進行後續的沉積、浮墨 再進行熱處理或晶速化 一堆的製程不斷的重複來回來回 所以我們後面的章節就會包含有所謂的 熱製程、微製程、時刻製程、薄墨成績製程 還有所有的離子不時、CMP跟晶圓化 每一個都是一個獨立的module 而晶圓送進來之後呢就會在這些製程裡面 一段的互相來回晶圓來回晶圓 等到全部晶圓做完之後呢會來做電路測試 在WaveLabel的時候就會做電路測試 測試沒問題之後呢就會把它封裝、封起來 那封裝封完之後還會再做一個最後的測試 結束後就被它去賣 那通常封裝是會到什麼日月光啊、細品啊這些公司去做封裝 封場封裝不太會在京人代工廠 除了最先進的Info技術什麼 就是現在人在強調的所謂的3D IC 就將不同的晶片獨立製造之後呢 在賣之前就把它們幫領在一起 然後就把它們幫助在一起 這種就有可能會在晶圓代工廠做的 這部分還是要看 到底晶圓代工廠跟封測廠 他們之間怎麼存工、怎麼處理 那首先呢在整個晶圓製造過程中呢 最重要的一個數字 最重要的一個數字就是糧綠 糧綠有很多種糧綠 我們第一個先來講晶圓糧綠 之前我們講過 一盒晶圓是25片 所以這25片送去晶圓場一ROAD 就整個25片 可是在25片中 整個晶圓介入的製造過程 有數千道工序 有上千道工序 而在這上千道工序中 晶圓會不斷的進出來回 而每一道工序就會 可能會產生 它灰損的機率 每過一道是神 然後它可能怎樣呢 可能會有固然物 或者是有空氣中的微粒動上去 那最主要是什麼呢 如果是晶圓的話 什麼叫做晶圓合律呢 我們做實驗的晶圓總數分支 全部做完之後 做完上千道數千道製程 做完幾片不夠 還存好的晶圓數量 那什麼時候會造成這個 這個兩粒小雲衣呢 比如說地震 做到一半地震 然後有了片子掉了 或是有些步驟做到一半的時候 急起當機 你看 這片晶圓10顆 找到10顆壞掉了 而且不可回復 那這邊晶圓就 不行了 總之 在大腦裡製造過程中 任何一些天災人禍 都可能造成晶圓暴廢 就是它沒有辦法從頭跑到尾 跑到中間的時候 這邊就暴廢掉了 可能因為一些天災 或是一些人為屬失 造成它無法拿到一起的功能 它就會暴廢 所以首先第一個我們要先計算說 跑進去一盒25片裡面 最後完整可以做到幾個有多少片 這個就是晶圓兩粒 那晶圓兩粒完之後呢 我們前面有一次講到 一個晶圓上面會切了很多個晶片 每一個晶片就是獨立的晶片 那半導體製程上面都會有所謂的均勻度 均勻度 以及什麼呢 機台如果存在的狀況也可能會造成均勻度不好 或者是什麼呢 每晶圓一個半導體製程 每一個機台都會有屬於機台自己的微粒 或是機台的灰塵 機台的污染 那萬一這個忽然剛好落在電路 整個電路布局中很重要的地方 比如說金屬連接線有一個微粒擋在這邊 欸原本該短路的沒有短路了 被一個微粒擋住了 那這個電路就死掉了 那這個精力就沒有辦法成長這麼多 所以呢 第二個量力就是什麼呢 一片晶圓上面的總精力數 分支 確定符合產品規格的精力數量 因為每個半導體製程都有 它的製程variation 製程面移型存在 都有它的製程面移型 最好這樣 各位過去煮菜去做滴砂 每一店滴砂來 你弄完之後 再去刷烤肉醬 或是刷臉翻臉醬 總的地 總會有些地方不要刷厚一點 有些地方不要刷厚一點 那放上料的時候呢 欸有些地方不要厚一點 有些地方不要少一點 而最後做完之後呢 進行口味測試 結果發現呢 你口味測試給一個範圍標準 在這個範圍超過的 或是不到的 都判例 不行 那這些就會變成它 就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我們的測試 所以 每一片晶圓做出來之後 每一個精力都要努力的去測量 它的一些 它的一些測試元件 然後測試元件過關了 確定沒問題了 它還是我們所謂的完好的精力 那你製造過程中 只要你的無程式的環境 管理的 不夠完美的話 都會造成你的精力量率下降 而 晶片做出來 一盒裡面做到最後剩下多少片 25片出來後剩下多少片 這是晶片能率 而每一片上面 假設有60顆精力 可是 真正能夠賣錢的量到出來 OK的可能只有50 那量率就是6分之5 而這些 這些 還是完整的精緣喔 完整的精緣量好之後呢 要送進封測場 比如說日月光或是戲 它們要進行什麼呢 它們要進行上面每一個精力的切割 切割完之後呢 還要把它封裝 所謂封裝 所謂封裝就會用塑膠碼或是套數碼 把它包住 而不再是裸金狀態 這個部分我們來 看一下 這樣 這是一個SIM 一個晶片上面有很多的精力 每一個精力切割下來之後 最後都會放在你的電片上面 這個電片可能是塑膠 可能是陶瓷 看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然後呢 在你的晶片上面 晶片裡面就是你的經驗 裡面會有很多腳位要拉出來 晶片的腳位 要利用打線機把腳位拉出來 然後最後把它封住 使得你的晶片 完全不會磨落在空氣中 然後呢 一般的去摸也不會摸到你 因為這是你的關鍵 你的精力在這裡 它為了要保護 比如說像很多面板 很多的電路板 IC板 你會看到 電路板上面有很多的晶片 而這些晶片都是封裝完後才 插到一雙面板上面 確保不會摸露出來 被人不會摸到 讓它動成喪失 比如說 今天我的經歷是CPU 我的CPU速度要 要測到 然後 2GHz 然後給它一個範圍 可能1.9到1.8到2.2都算成功 結果呢 有了量出來 可能只有1.7 那就18 就代表什麼 它在做的過程中 沒有達到我們的理想 就如此類的 所以 經歷會有經歷兩路 而這些經歷 這個我們叫做 這個我們稱之為 還裸在外的經歷 裸經歷 那經歷還要去裸服裝 就是這樣 要將剛剛的每一個微小的經歷 最後封裝從我們市面上所看到的 今天買來的去盒 它其實是將經歷放到這個 這個模具裡面 然後呢 裡面要連接電壓的腳位 或連接訊號的腳位 再有機會用金屬拉線拿出來 然後最後你們會看到說 成名就是像這樣子的 晶片 所以呢 從晶圓 進去製造過程 製造出一堆的晶圓 把每個晶圓 切割下來之後呢 還要再封裝成晶片 然後晶圓再拉出腳位來 再接到 用刷電路板上面 所以晶圓 晶圓 晶圓 最後變成晶片 是這樣子 一路一路出來的 所以你們都知道 我們的封測層是在做什麼的 他們就是幫忙 封裝 以及封裝完之後 因為在封裝的過程中 也有可能會損壞景面 所以在封裝過程中 我們已經確定 在我們在晶圓的LEGO 在晶圓階級的時候 我們已經測至了 這個景地 是OK的 是符合標準的 可是封裝完之後 還要測一下 一優可能在封裝過程中 不小心 弄壞爬了 或弄傷它了 所以這也有一個封裝涼綠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封裝涼綠 就變成最後晶片 會不會完全的封裝 所以 總涼綠就是什麼呢 和三個涼綠的香腸 三個涼綠的香腸 三個涼綠的香腸 那這三個涼綠的香腸 那這三個涼綠的香腸 哇這乘起來 非常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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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今天IC製程的涼綠是0.99 每一道 我剛講過 一個晶片製作 需要 數千道流程 那今天就講 假設我只兇五百道製程 每一道製程 我的涼綠都可以高達99% 那做完五百道製程之後 涼綠是多少 一道0.99% 99% 五百道的0.99% 就只有60% 0.664% 就好像有人講了 0.9%跟翅膀沈下去 很快就會繼續 每個人只要做到 只要比 只要越接近一 這個才有可能提升 所以 你就知道說 每一道0.99% 很差 在晶圓代錄場裡面 或在半導體場裡面 每一道製程的涼綠 99% 這是很低耶 應該要99.99% 才對 不只是細的純度 連你的 每一道製程的涼綠都要 曲曲完美 否則做出來就會很差 而 現在晶圓代錄場當中 譬如說 台積電 台積電它就是從 威伯灣 從晶圓製造到晶圓結束 到每一個上面的大 這兩個相乘起來 基本上都九成以上 台積電的前兩下相乘起來 精神它都九成甚至 甚至九成五以上 才有辦法破例嗎 因為你賣的人家是賣一片晶圓上面多 應該說 做生意有兩種 一種是什麼呢 客戶直接跟你賣一片晶圓 這是一種 一種是什麼呢 客戶跟你買上面的袋 那如果是跟你買上面的袋 你的良率越好 一片 你做錯一片成本固定 可是如果上面的袋 從活率良率越高 你可以賣的就 越多嗎 那良率越低 你就賣的越少 那基本上 一般如果你的良率沒有高達八成 如果你一個產品的製造流程 你的良率一千兩相乘 如果沒有達到八成 基本上你還會賺錢 你還會這樣 除非是非常貴的製程 那種像現在的先進製程 今天這月的新聞 iPhone現在用的是7nine製程技術 然後呢台電電有發個新聞說 有望明年推出nine的製程技術 在這種最先進製程技術 就是因為他毛利率高 毛利率高呢 欸賺了就多 但是 也就代表說 你要賠錢 你的良率可能要賠錢 可能只要 可能只要超過50% 你就有得賺了 可是如果你要賺多一點 當然就是要越高越好 越高你才可以賣 越多顆這樣子 所以在早期在先進製程當中呢 很多 很多搶領先的公司 就會率先 賠本賣 比如說我的兩月很大 可是我要先講試占率啊 我要先講試占率啊 我要先做廣告啊 就像韓國公司一樣啊 每次都要先搶廣告說 我們搶到了世界利益 我們最有優先 明明我的兩月還不起來 但是我已經有可以活的 或是可以 可以活的晶片 只是我整體製造技術還沒有回調 我就說我要賣 然後呢 賠了錢我自己出 然後就是賣個客戶 然後呢 馬上就被大家玩高 說 皮果晶片 率先採用本公司多少製成技術 哇 馬上講一波 然後台下的人就會覺得 哇 他超越了 他領先了 我們輸了 就不此類的 實際上這個是 有良率存在 你良率沒有拉到 沒有拉起來 基本上你可能是配合他 但是為了你啊 有時候是 商業手法 策略 有時候 口高效率也不能大 所以良率呢 很重要 而良率跟什麼有關呢 良率跟你的缺陷密度有關 如果沒到製成就會造成你經面上產生缺陷的話 你的良率就會下降 好 你的良率就會下降 所以呢 你的缺陷密度 不可以拍到 如果容易產生缺陷的話 你的良率就會降低 所以呢 在這製造過程中 很擔心所謂的 制定性缺陷 那什麼叫制定性缺陷呢 我舉個例子 我們舉個例子 假設今天 這裡是一個晶片 晶片上 假設我有一個電路 我就假設說 好 我直接畫一個放大型電路 假設 假設我今天沒有一個電路在這裡 他有一顆電機梯 有好幾個電路在這邊 那如果今天我們製造過程中 突然之間 天花板掉下了一個位置 在製造過程 欸這個為什麼我剛好掉在這邊 會不會是講到 等於五個電路操作 不會 因為他在空地上面 對不對 那掉在這邊 好像也不會 可是萬一號數子 剛好在他電晶器上面呢 你今天已經就舒適了 就回了 這個就叫做 致命缺陷 所以 一個晶片電路上面 我們講到做無區 一個晶片上面的圖案 還會稱之為電路補局 一個晶片上面的圖案 叫做Layout 電路Layout 在Layout上面呢 一定會有什麼呢 一定會有 會有 沒有圖案的地方 跟有圖案的地方 有圖案的地方 有圖案的地方呢 就會 如果有缺陷落在有圖案的地方 那就會產生致命缺陷 所以 所以致命缺陷 其實跟什麼有關 更重要的是 跟這個缺陷發生的位置有關 好 你看 隨便空 假設這就是一個晶片的Layout 也就是 它在晶片上 它的圖案畫 畫成這樣 命名媽媽 盡量適用 你當它越來越好 你會看到 有的地方就有電晶體 有電晶體 然後也有金屬連接線 看看有沒有更清楚的 有沒有看過海客人物 大家有沒有看過 金木李維言的那個Matrix 海客人 它不是電腦這樣嗎 整個世界都是 那種數位落成嘛 然後在那個什麼 在總計的面前 這些數字是圖案 對不對 在我眼前 這是個電影 在各位的眼前 可以看到很多 就直接看過的東西 好 它其實這裡就是一個電晶體 電晶體 每個都是一個電晶體 有很多的電晶體 好 然後你會看到 電晶體跟電晶體 會有金屬拉線 而金屬拉線 會搭動 在不同的金屬層 在做管路連接 所以你會看到 遠間跟遠間 中間是有空隙的 中間是有很多空隙的 並不是完全 百分之把它塞滿的 沒有那麼好 遠間跟遠間的排序 排列一定會有空隙 好 就算有拉金屬導線好了 金屬導線 金屬導線 通常不是在怎樣呢 它像蓋帶 我們一樣 金屬導線雖然高速公路 它可能是在比較高的地方 做金屬短路 而不在圖一層裡面 做金屬短路 就好像建築跟建築之間 我要連攻 我用空隙也可以連攻 我們竟然在底層一樓就連攻 所以很多都是使用這種空隙式連攻 所以假設 假設它跟它缺陷方式在這裡 顧你講這個電路 這缺陷就不致命 可是如果我的缺陷 發生在原件上面 剛好在原件上面 它可能就會變成 致命缺陷 所以致命缺陷呢 當然如果這裡缺陷的 比如說你的灰塵 很大顆 那當然會很像 那我講這個如果是小顆的 它剛好落在 沒有圖案的地方 或者是它雖然有圖案 可是這個圖案是在 五樓的時候 才會有這條曲線 有這條紅色線 它可能是在五樓的地方 才會拉線 可是你可能在二樓的地方 產生缺陷 它還是有影響 光影響到 五樓 原本應該是評判五樓 它可能會變成高低樓 可能有影響 但你反正兩側 會兩側到死掉嗎 可能還不會 可能用了三五天 才發現壞掉 再拿去跟老闆 換新的 就是下次贏 那有可能 它掉在十樓 啊五樓的零電線已經很好啦 它掉在十樓 十樓根本沒有這條線 那也就差 就沒有差了 它就完全不影響到你的電路 這樣了解嗎 只告訴各位 缺陷發生的位置 跟發生的時機 到底有沒有影響到 你這台電路操作 有不同的影響 所以你會發現到 致命性缺陷的關鍵 就在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在哪裡 以及到有多少個 缺陷位置 多少個缺陷存在 而缺陷位置又很重要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在機體電路製造當中 環境很重要 潔淨度很重要 要乾淨 不要有污染源 不要有污染源 所以 機體電路能夠達到 即時今日的發展 全部 絕大部分要帶給我的 無城市的房移 因為唯有無城的地方 才可以確保電路做到這麼小 你要知道 一個小指甲大小裡面 有數十幾個電液體在裡面 而你又要保證 數十幾個電液體 全部都要正常運作 而且在製造過程中 很有可能不小心 你講話噴個口水 你呼吸不小心 你的微粒出來 你咬在上面 就處置了 甚至如果你還有抽菸 你可能身上掛著 PN2.5 一浮上去 它就輸掉了 所以無城的環境很重要 早期的無城市是否醫學用品 就是否醫院醫生開刀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主要要求是無菌 無菌 無菌 無菌是 你知道細菌有多大顆嗎 細菌大家知道嗎 細菌大家知道嗎 好 直接問一下就知道 無城的環境 比無菌的環境還要嚴格很多 所以它打造起來沒有醫院會開刀了 所以它打造起來沒有醫院會開刀了 細菌還很多種齁 什麼病毒啊什麼的 為什麼我畫出來是卡洞 為什麼我畫出來是卡洞 我記得細菌 哇這是細胞耶 可以拿 細菌大小 大2-3micron 染色體的尺度也是微米 病毒的大小幾十個奈米 好 我們之前講過 現在發展到什麼 細奈米製成技術 原件的尺寸大約 在十幾個奈米左右 你看半老體原件 關鍵尺寸只有十幾個奈米 而細菌高達兩三個微米 微米是奈米的一千倍喔 micronometer是nallometer的一千倍 換言之 一顆細菌 是好幾個電競機蛋 所以就知道 在我們無神式的環境裡面 細菌只要出現在星園上面 我們今天就報銷了 各位 你就知道我們無神的環境 比無菌的要求 還要高度 還要高度 所以 所以我們必須要產生一個 低粒子素的能造環境 不要有什麼灰塵 不要有什麼灰塵 因為所有的微粒都是 所有的粒子 空氣中的微粒 都是良綠的殺手 就好像P2.5是肺癌的殺手 而空氣中的微粒是良綠的殺手 所以你的無神式 你的辦公立場 如果良綠不好 很有可能 一大陸都能來自於 你的唯一的空管 沒有空管 空管好 所以 既電路製造 一定要在無神式中進行 那無神式在1950年代之後 才罵難發展 而月宵的復興市場 就需要存進入更高的無神式 所以無神式有分等級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無神式的等級怎麼分呢 無神式的等級很叫class class class test class test class test是什麼呢 每一方一值以內 直徑大於0.5微粒的微粒數 要少於10顆 這叫class test 少於100顆就是class100 少於1顆就叫class1 class1 然後呢 那1.18 這應該 不是0.1顆 應該是mm 1.18m 1.18m 1.18微粒的需要等級 以上的無神式 這就是 無神式等級 有 無神式等級有分為有 class10萬 class1萬 class1千 class1百 class10 那在 另外 在不同的場域 要很不一樣 但是你要知道 數字越小就代表越乾淨 為什麼呢 每粒方一寸 直徑大於0.5微粒的顆粒 要小於10顆的就叫class10 小於1顆的就叫class1 小於1的class1 而捷徑度越高的空間 造假越昂貴 維護 也很昂貴 維護也很昂貴 維護也很昂貴 因為它空氣要一直吹啊 它一直維持這樣高的 捷徑度 它的製造成本 跟使用成本 都很高 所以一個 一個範圍場 無非是 全部廠都是一個超高 極精度的地方 它只有在製成端 也就是經驗要進出 其台的地方 是無程度要求成高 就是純度要很高 可能要class8 class1 但是 或是在走廊上 或是在運輸的空間中 這個無程式的等級 會比較低一點 可以class1 可以class1 所以它會看 如果晶圓 晶末的地方 是被包得好好的 那那個區間 無程式的那個區間 它的等級就不需要很高 可是如果是晶片 會碰到的環境 會裸露出來的環境 那那個無程度 就會要求很高 所以晶圓 不會隨時隨地 鋪漏在空氣中 不會 它絕大部分都是用 接近度很高的箱子 封起來 避免外面有顆粒跑進去 所以晶圓都是放在晶圓盒裡面 然後呢被機器手臂 滑來滑去 被機器軌道傳送來傳過去 只有到機台關的時候 要輸到機台的時候 晶片才會 晶圓才會 拿出來螺露在空氣環境 而只要它會螺露出來的 空氣環境的地方呢 無程式的等級就要很高 只要它是不會露出來的 無程式的等級就不會那麼高 所以 這個就是 從 一萬一千 目前我沒有聽過十萬 最差最差就是五萬 那 學術界 學術界像 那個 TSRI 我在辦理實驗室 我在辦理實驗室 它就有分CLASS100跟CLASS1 它早期還有CLASSF 後來也為乎太陽位了 也不需要那麼高 那後來就變成100變成1 只有這兩種 只有這兩種 就這樣 然後它做後半製成就在CLASS1 前段製成就在CLASS1 而它的定義是什麼呢 它有很多尺寸的要求 但是一般這個數字對應到是什麼 地質直徑在600個以上的 要小於每一方 只要小於百克的就是CLASS1 1000跟CLASS1 1000 更不要講 更大以上是 根本不可以存在 根本不可以存在 而 這個無車式的環境 如何達到 高純硬度呢 它靠的就是 線性氣流 Laminar Flow 什麼線性氣流呢 就是 它的空氣 或它的冷氣 是從上 往下吹 所以只要空氣中 有任何微粒 就會被這個氣體 往下吹 而這個地板呢 是樓空的 是樓空的 是幾個銀河銀河的 是樓空的 所以氣體 直接往下吹 使得如果有微粒 會被直接吹 一直空間 會吹一直空間 所以它是保持著線性氣流 所有氣流都是直直的往下吹 所以空氣中 或是人 只要有微粒就會被往下吹 吹掉它 然後吹掉自動的氣 再重新衝回來之後 衝空氣的時候 會經過所謂的過濾網 這過濾網就很像 都會在冷氣有沒有 冷氣裡面都有濾網 這是非常大的濾網 然後空氣很大 在無塵寺裡面用的是 HEPA 它是高向型濾網 也就是說你的微粒 它不會通自動這些微粒 它是讓進去的氣 只要有微粒的濾網 會被這個濾網給濾掉 確保吹出來的氣體 幾乎沒有微粒 或者是只有很小很小的微粒 因為顆粒比較大的微粒 都會被這個濾網給濾掉 所以它就是單一吹 幾乎是純淨 沒有微粒的風氣一直往下吹 直直的往下吹 然後呢 吹過氣的氣體在什麼地板上抽這樣 這絕對不會是什麼呢 絕對不會是風濕的地板 因為如果是風濕的地板 吹下去 吹下去你就是會不會彈起來嗎 對不對 往下吹吹到地板 地板如果髒髒的往下吹 你就會把顆粒就在吹起來 吹起來 所以 無等級高的 PS100的 一定是隆空的地板 好 這個是隆空的地板 孔狀型的 直接 往下吹 看一下能不能走到 或能不能走到底片 好 你會看到 這裡的地板都是 孔狀型的 樓空型的地板 一個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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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洞 然後氣體這樣子 掛進去吹的時候呢 確保所有的顆粒都是從這個地板的空洞 往下吹 而不會留在這個 空間裡面 這就是無稱式的空間 所以無稱式的拔造 很貴 那還有一種是呢 等級沒有那麼高的 是用熱狂 它沒有隆空 它的等級絕對不到一半 它沒有隆空 但是怎樣呢 它上面有黏膠 銀膠 銀膠 就好像那個 沙發張臉拿個銀膠去吸沙發上的那個 毛一樣 毛穴一樣 是顆粒掉外之後呢 它黏在地板 它有銀膠 然後每過一段時間 就要把這個銀膠吃掉 不新的 它雖然不是銀膠 為什麼呢 這裡不是金銀起初的地方 這裡是酸鹼 工酸鹼 或是換氣體的地方 就是你在做半導實體實驗當中 所需要用到的容易液體或的氣體 要放置的地方 那這裡不會有那個銀膠 不會有那種動機 但是它也是很乾淨今天要看進去 所以中心物質是有時候會覺得腳底黏黏的 那些它那個地方有一個銀膠 但是吸久了它就不斷了 然後沒有錢就不會去換它 好 所以呢 這裡就告訴你 因為晶圓在這個地方 晶圓要進入到機台 所以晶圓在這個空間中會露出來 要進入到機台段 所以呢 這裡的要求 尤其就是class class 8 或是class 1 而 機台的空間 機台存放的空間呢 這裡等於就不需要做到 它只要一切都各業 因為晶圓不會跑到這個空間 晶圓你都在這個空間移動拿來拿去 或者是進到機台 在機台裡面停坐 而它不會到機台旁邊的一些 這個區域就是維修區 如果機台出現問題了 它就是做到維修區 從後面來拆一間機台 如果它從這裡進來拆一間機台 那這裡 這個空間有沒有要膨脹呢 也會不會要膨脹 這裡要保持乾淨 所以當機台壞掉的時候 它會去從設備區域 去維修機台 去維修機台 而這個晶圓的進出端 就是保持著 不要讓空間這邊可能 KS比較差的 污染到裡面 所以它是有分不同區域的 所以無程式的內部 無程式的熱熱熱熱 它都有規劃 都會有規劃的 所以整個無程式的規劃 就會分別有什麼呢 有製程區 跟有設備區 而機台的警示口端 會漏在製程區 但是整個機台房子的地方 就是設備區 而機台導致出現問題的人 就是走進設備區去修機台 而你機台要做製程的時候 就是走進製程區去做機台 所以製程區要求的潔淨度就高了 設備區的潔淨度就可以自制 看你多個球員 如果你非常有潔淨 你全部都Class 1 當然可以啊 只是不需要到那麼高 不需要到那麼高 所以 一個機台帶動場 它整體整個廠房中 空間的配置 據說也是機密 也是機密 因為據說機台怎麼放 怎麼擺 怎麼配 也會影響到兩面 你看我們是科 我們是科學家 我們才是做科學的人 每年8月15 7月初鬼門開的時候 各大紀錄廠房都還是會辦來 都還是辦來 機台帶都會放著歪歪 機台帶都會放著歪歪 我們實驗室連兩側機台上 連都要放歪歪 你就知道 這種統計的東西 影響到統計的東西 那就是鬼神了 不然你沒有辦法 對其餘的東西 做出任何的努力嘛 你唯一的努力就是 出去突然不然不外辦 再來 然後呢 今天就會有什麼 私事資程區 郭山區 這種廣告區 這些我們都會在後面的 努力掌進去 可以給你介紹 所以這裡只是告訴各位 整個概況裡面 無城市很重要 而無城市 又有分資程區 跟社會區 他們要怎麼捷徑不同 因為無城市的 維護 跟製造 都很貴 所以等現在的很多 爆章雜資都在講 像中國大陸 要狂射晶圓廠 而狂射晶圓廠 就爽到誰 爽到建造晶圓廠的 建商呢 就是 無城市的製造 無城市的製造廠 還有什麼呢 你只要射新廠 就要買設備嘛 你要簽作設備 還可以做嘛 所以爽到了設備廠 所以很多半導體概念 開始股票上 為什麼 它就是專門賣機台的 或者它是專門蓋的城市的 那現在中國大陸的需求很大 因爲他們想要 manage in China 全部manage in China 所以他們就蓋了很多 金額廠 他們又會 很有資本 很有資本 這樣子燒 然後 一片機能做出來之後 會有自動量測機台 我們稱之為WAVOR 的 automatic 的 taste機台 WAVOR automatic 的taste 然後呢 它就會量全部所有的單位 它會去量它 量測量測量測器 你可以告訴他你要量什麼程式 接一下要在哪裡 全部告訴他之後呢 他機器就會自動去量出一個蛋 然後呢 只要量出來的測試結果 你可以告訴他 我的量測我要看哪些參數 而這些參數呢 都有合格的上下線 那只要超過這個上下線的 你就要告訴我 失敗 他就會告訴你 哪些蛋失敗 那這些就是我們的經歷量率 當你做出來之後 你肉眼看美食 但會不會其實在製造過程中 已經產生了內殺 而這個內殺在電性量測的時候 才量出來 而外表一定很看不出來 是量測的時候才量出來 那這就會知道你的經歷量率 那 等經歷確定沒問題之後呢 就要把經歷 細晶片這個經歷拿出來 拿到哪裡呢 接到 機板上面 就要去封裝 就要去封裝了 封裝的呢 基本材料可能是金屬 可能是陶瓷 而你的 晶片 晶片裡面 上面切出來的細晶片 要切在這陶瓷上面 首先就要有碳結材料 然後呢 把它們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之後呢 最上面就是你的電路 而且呢 電路上面 所有的需號的進出 就要金屬拉倒線拉出來 就要拉出來 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呢 再把表面給封住 封槓 就是你該把連接端 連接訊號的進口 連接出來之後呢 就幫你封鎖 所以就需要有打線機 這個打線機 這個線通常是使用 金啊 銀啊 那種 導電度很好 但是又很貴的東西 所以打線機最常用的就是金 用金去打線 就直接壓著 它這裡會加熱 壓下去之後呢 它彈起來之後再彎 再彎著 再壓下去 然後再把它加壞 那會 比較常使用金是因為 我們知道 延斬性最好的金屬 金 它延斬性最好 所以它給大家很保險 因為我只要管路就好 而金就比較貴 所以它一定是用一個很保密的金屬 去做連接 那它的延斬性又好 比較不容易失敗 所以造型都喜歡油鏡 或者在學校都喜歡油鏡 因為比較容易失敗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金面套封裝的機板 然後每一個都是之後可以接 拉線拿出來 我們就將我們的金粒 放在中間之後 黏上去 剛剛講過 中間要有那個黏著劑 黏上去之後呢 再用打線機 把金面上的每一個角位 都打線接到這邊來 而這裡呢 再接各自的金屬角位 早期以前 在中間我都有家庭帶動 大家有看過 以前那個 廣告新聞 在拍那個 待遇場 下風拍什麼時候 就看到一堆人在拿那個機器那邊 然後 在那個鎖絲啊 跟那個 爛鐵這個角位啊 什麼之類的 那現在都可以電腦自動化 都機器自動化 機器可以自動化做完這些 等到這些角位都接好之後呢 在上面的把它蓋上去 把這個全部封住 讓你不要去摸摸它 這就是封裝 把它封下來 把你的精力給封下來 就這樣子 所以 最後呢 晶片的上面 晶片上面很封 因為這是另外一種 封裝基礎是有的 這樣 所以呢 精力放上去之後 腳位接出來之後 這個腳位再接到外面 然後在上面再覆蓋什麼 把它蓋起來 這樣就會成為了我們的 晶片 就會成為了我們的晶片 就會成為我們的晶片 那是用陶瓷材料 就叫陶瓷的封裝 還有塑膠材料的塑膠封裝 就如此類 那現在最好的是3D封裝 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補一下 什麼叫做3D封裝 以上呢 我們在剛剛講過 晶圓進到晶圓場之後 我們之前講過 他就要開始要經過清洗 經過加熱製程 但是在講這些製程之前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 晶圓代工廠裡面 無塵式的環境為什麼需要 為什麼需要無塵式的環境 以及今天的最後過程 要追求良慮 追求良慮 就要求無污染 零污染高乾淨的環境之後 才可以繼續做為後續的半腦之上 好我們這個地方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看進到加熱製程 好